你好,这段时间美国很乱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歧视 不管承认不承认,歧视就像空气一样 有人的地方就有歧视 歧视的种类也很多 比如说有性别歧视,年龄歧视,地狱歧视,职业歧视,容貌歧视 中国还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户口歧视 我们的户口歧视还很复杂,高深莫测 你就是给外国人专门上一堂课,掰开了,揉碎了讲 很多人肯定还是一头雾水 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很复杂 白人歧视有色人种,有色人种之间又互相歧视 那为什么会有种族歧视呢 种族歧视它有复杂的因素在里面 但我觉得黑人被歧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落后 毛主席说过,落后就要挨打 黑人从古到今一直被歧视 不像我们中国人 中国历史上曾经国力雄厚,万邦来朝,华夏儿女,扬眉吐气 虽然中国人目前在世界上的地位 还是比不上我们先人的高光时刻 但中国现在发展蒸蒸日上 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信心满满 相信我们的后代会重建我们先人的辉煌 现在就从黑奴开始说黑人被歧视的历史 历史课本上说起美国历史 一定不会缺少美国攫取第一桶金的黑材料黑历史 欧洲殖民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发展 不顾黑人的死活,把黑奴贩卖到美洲 听说好像是只有欧洲人贩卖黑奴了 实际上,奴隶贸易就像色情业一样 也是一项古老的行业 中国还有卖身为奴这个成语 人类从部落时代就有奴隶贸易了 奴隶也是各种辐色都有 不只是黑人 中东的阿拉伯地区是世界上奴隶贸易出现最早 并且持续时间也最长的地方 甚至现在还存在着奴隶买卖 奴隶贸易曾经在阿拉伯世界 就像多伦多街上的Tim Houghton一样 太普遍了 并且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 不单单是拥有和被拥有的关系 就像警察和犯人的关系 也不单单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山西太远曾经发生的刑警杀民警事件 实际杀人的就是刑警的朋友 曾经被这个刑警管教过的犯人 因为奴隶贸易的长期存在和发展 阿拉伯人发展到把奴隶分门别类 分成不同的类型满足客人的不同需求 比如说有性奴 有干苦力的奴隶 有做饭的奴隶等等等等 就像Tim Houghton的咖啡 他还分成不同种类满足客人不同的需求 阿拉伯人开始的时候 奴隶都是阿拉伯自己人 就像我们国共内战时一样 双方都是燕黄子孙 龙的传人 阿拉伯人多数信奉伊斯兰教是穆斯林 穆斯林里面他还细分出多种派别 穆斯林他不贩卖同一派别的穆斯林 但会贩卖其他派别的 在七世纪末的时候 阿拉伯人入侵北非 抓来黑人作为奴隶 规模化贩卖 阿拉伯人贩卖黑奴 和以前自己人种内部的奴隶贸易 他就有了很大区别 贩卖黑奴充满着暴力和血腥 阿拉伯人掠走一个黑人的同时 要杀死四个黑人 目的是在黑人部落中建立威慑力 方便以后再来抓 一开始阿拉伯人是做区域市场 把黑奴从非洲贩卖到中东地区 和一些周边国家 比如印度啊 印度尼西亚 后来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 从阿拉伯人手里进货 再把黑奴运到欧洲贩卖 再后来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一琢磨 这黑奴是阿拉伯人 从非洲连片在抓搞来的 没什么操作难度 这两颗牙的人就跑到非洲 自己抓黑人 再后来 欧洲人跑到非洲殖民 各种祸害 各种掠夺 贩卖黑奴的生意 就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掠夺方式 美洲大陆被欧洲人发现之前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些大城市 已经有专门贩卖黑奴的市场了 哥伦布发现美洲后 西班牙最先把黑奴 从非洲运到美洲 英国人 法国人 葡萄牙人就有样学样 也用船把大批 从非洲连买带抓的黑人 运到美洲 美洲大陆的黑奴犯运 它持续了几百年 统计下来 有上千万的非洲黑人 被运到美洲 保守估计 有100万非洲黑人 死在大西洋上 黑人到达美洲后 又有不少人染上 欧洲人的疾病死亡 之后在被压迫下 干苦力业死的就更多了 那黑奴犯运 后来怎么没有了呢 这原因不是因为 黑人游行抗议骚乱这些 黑人可能还没有这种创造力 是欧洲善良的人们 心怀正义的人们 实在看不下去了 从事黑奴犯运买卖的人 表面一直光鲜 其实禽兽不弱 动物一般都还不伤害同类呢 说到这里插一句 网上有个up主 在一些言行被人批评后 他从没思考过 别人说的有没有道理 而是用一句 关我什么事回答 如果大家都这样 做了坏事的人 用关我什么事来胡搅蛮缠 善良的人 用关我什么事来明哲保身 长期以往 不难预见 这个社会会变成 怎样的人间地狱 但这样的事 肯定不会发生 因为大多数人 都是善良和正义的 在正义的力量的推动下 英国率先通过 阶段性的颁布法令 逐次压缩黑奴贸易的空间 最终在1807年 禁止了黑奴贸易 1815年 欧洲列强签订条约 禁止奴隶贸易 但是呢 美洲大陆的黑奴贸易 仍然在进行 1861年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 当时北方总统林肯主要为解决 兵员问题 签署了关于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 黑人被招募进军队 成为军人 这开了美国历史的先河 林肯的这个操作 就赢得黑人奴隶的用户 也成为北方最终胜利的一个因素 南北战争结束后 林肯的关于解放黑人奴隶的宣言 通过宪法批准 美国很多州呢 很快就下令取消了黑奴贸易 并且把黑奴贸易公司花了很多钱 购买运来的黑奴都解放了 后来在1889到1890年的布鲁塞尔会议 通过了禁止黑人奴隶贸易的总决议书 1890年7月宣布决议 这标志着黑人奴隶贸易 在世界范围内基本结束 但这事不是像搬店闸一样 说断就断了 禁止黑人奴隶贸易的总决议书宣布后 阿拉伯人和非洲穆斯林仍然在掠夺黑奴 进行黑奴贸易 阿拉伯人干了上千年奴隶贩卖的生意 听说直到现在 中东地区还有买卖奴隶的现象 前面说的非洲穆斯林啊 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黑人 所以说黑人也在贩卖黑奴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一个视频准备说说黑人到美国后的生活 谢谢